小仙女 你刚说从给芭比娃娃设计服装开始 到现在已经做了快20年的服装了 是吗 是的 你计算过大概设计了多少件吗 大概有两万多件吧 是的 都有没有 每一年有一千件作品是吗 是的 一千三件 这两万多件包含了给芭比娃娃做的衣服 芭比娃娃的个子那么小 一个一个一个很快的 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 那我想问问这得花多少钱啊 你想一年一千多件设计 不花钱的 这布料什么的呢 我不穿了的那种衣服啊什么的 塑料袋啊 那个瓶子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做不到的那种材料 我觉得虽然说它不花多少钱 但是也花你的时间了吗 也是你设计的心血吗 除了之前你说的那个五千块钱卖出去的那件 其他还有成交的吗 没有啊 除了那个老外买的那五千块钱 其他的都没卖出去过 但是我也没靠这个来赚钱养活自己 我有别的工作的 我现在在那个婚庆公司上班 一个月我觉得还可以把一个月 收入还不错是吗 工作在四五千块钱 虽然没那么多 但是养活我自己养活家里人够了 家里人怎么看待你喜欢服装设计 有这个梦想呢 以前不支持来着 现在就不说不支持 也不说支持 就随便你怎么弄吧 不管了 梦想没有任何限制 安分和不安分 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 吴亦露不安分与农民的身份 成了农民发明家 而王守英的不安分 也让他从一个质朴的农民 朝着设计师的梦想前进着 他们的成功 源于内心的那份热爱 更在于那份追梦过程中的 笃定 坚持和勇敢前行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